有時候發現 怎麼男胎兒在肚子裡面 性器官還會勃起 還做出一些不雅的動作 媽媽好害羞喔 說人家出性本色吧 懷胎27個月的準媽媽 檢檢拍下了這一張超音波 外行人看不太懂 早是醫師看了 覺得好笑 小孩子親摸性器官 他可能會引起他的見錐的反射中速 所以他快樂 又摸摸又快樂 所以又硬起來 所以這個悲觀情色 原來才27週大的胎兒 在媽媽肚子裡有限制級的演出啦 不但有生殖器 有生理反應 還有不雅的動作 看得準媽媽有點害羞 打著醫師問 這樣是正常的嗎 對 如果說他不是發現 只是在摸在快樂 有時候中午的不用緊張 你就把小孩子 親近打個屁股 做一個支持的動作 就叫他以後不要再這樣做 另外醫師也曾經拍到 有胎兒吐舌頭 還被形容是在媽咪子宮裡打雞啦 但這都是開玩笑的 因為胎兒在子宮裡 只是單純的反射動作 沒有任何意義 這個都是一個非意識的 那因為小兒子在 胎兒在子宮裡面 他有時候會有些吐面的動作 所以他吐舌頭就是可以理解 不過英國這位媽媽倒是不相信 他說他三個月大的寶寶 出生後就一直笑得不停 讓人覺得非常可愛 早在他在肚子裡十七週十 就拍到他張嘴大笑 認為就是有機可循 不管是愛笑 還是會搞笑 新生命的誕生 在媽媽的肚子裡 一舉一動啊就是焦點了 中天新聞陳孟輝 雙話採訪報導 中午是寶販 中午是щё